高雄市刑警大隊日前 偵辦了多頻案件 到高雄的林園區的 一處民宅置信搜索 發現到一名男子從屋內逃竄 隨即將他制服 不過警方清查他的身分 發現他臉上的痣 和本尊的特徵不符 原來他謊報了自己 雙貓胎弟弟的身分 立刻被眼尖的女警給識破 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情形 六通了 六通了 來 站起來 所抱頭 六通了 在107年至109年間 曾淪為詐欺集團車手 那至110年4月 就因詐欺等罪名 陸續被五個法院及地檢署通緝中 這名男子他是謊報雙貓胎弟弟的身分 不過由於他臉上多出了一顆痣 跟身分證上面的特徵不符 於是被警方給識破 而他的真實身分 是背了七條罪名的通緝犯 那他已經逃了700多天 最後還是被警方給逮捕